1月6日 数千名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他们中包括一些在其他地方的抗议活动中 公开携带武器的极有异民族主义团体 他们反对国会对特朗普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 输给民主党人乔拜登的选举结果进行认证 华盛顿警方表示 本周的抗议活动可能比去年11月和12月的集会规模更大 因为数百名自称西方沙文主义者的骄傲男孩组织成员 和其他特朗普的忠实拥护者与反抗议者很可能发生冲突 并有更强意愿与反法西斯者和黑人民也重要活动人士进行战斗 特朗普的支持者在1月6日星期三计划举行几场集会 包括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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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